山西关圣地军来台祈福绕境 第十七天的行程抵达了台北市行天宫 不只是台北市长郝龙斌亲自迎接 就连立法院长王金平 还有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也都现身参拜 由于行天宫是台北市香火最鼎盛的关公庙 所以两岸关公的聚会 让许多的信众争先恐后要一督风采 小心翼翼抬着神教 山西关圣地军来台绕境 第十七天抵达台北市行天宫 政界大佬先后现身向神明致敬 天上人间我想不是皆大欢喜 而且带来两岸更多的一个实质焦虑 因为悬向高达225公分 无法进入庙门 14号在行天宫举办的祈福仪式 只能冒着大雨在人行道上举行 但庙方依然触动大阵仗 加上热情的参拜民众 关公魅力丝毫不减 刚好山西这个关公来特地来看了 当然有先跟小朋友讲一下这个历史 所以弟弟你知道今天来看什么吗 山西的关公 那也没有要祈求什么 平安啊 平安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考试可以考100分 就算全身湿透也要拜 山西关公碰上行天宫观圣地军 两岸关公齐聚首机会难得 从民众虔诚参拜表情 就能一览无遗 雨电TV五月西邱心仪 台北报导